大家好 这一讲视频 我继续讲解分支低位的另外一个例子 最大指动核 请大家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HWDONG和这个博客 什么是最大指动核 最大指动核也称为最大核的指数组 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数据中寻找 这个具有最大核的那个离世指数组 比如我们有一个数据 这不是指数 有一个数据A从1到N之间 现在这个数据的任何两个数应 I界是I界之间1到N之间的 那么I界之间的所有因素 就构成了这个数据的指数组 每个指数组 它所有因素的加起来 叫这个指数组的核 现在我们要寻找 这个指数组核最大的那个指数组 比如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里一个数组 它有正数负数 其中最大核的连续指数组 就是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组 它的核是所有指数组中核最大的指数 这个连续指数组 这个连续指数的核 它的指数就是6 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 最容易想到的 蛮力法或者穷取法 我们没击上所有可能的I界 这个I界则构成的这个指数组 就I到界之间的所有因素 构成指数 把所有的指数组都没击出来 指数组出每个指数组的核 然后找到那个最大的 这个最大指数组核呢 是由这个人在1970年提出的 用来对苏式化图像中的图案 进行最大四栏构枝的一个简化模型 它在许多领域 如基金组分数字里分析 指数组数学都有应用 比如基金组蓄力分析中 我们采用巨大指数核算法 可以设复出 蛋白质蓄力中的重要生物频段 而在基金组设计中 巨大指数核呢 可来用于检测 这个图像中 巨量的区域 是哪一块区域 所以它有很多的设计应用 刚才讲了 我们可以用manif 基金组设 这个 最大核指数组 也就是地区任何一个区间 I界 我们基金这个区间上的 这个 对应的指数组 AI到I界 它的核 是吧 基金组设计核 然后所有这些核的最大者 那么就是最大指数组核 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设计 对吧 首先假设最大指数核 这是一个很小的 就是负无穷大 然后我们对I从一导演 J 从I导 N 是吧 因为我们假设是I大于等于J的 然后对I界这个区间 它对应的数组就是AI 一直导A界 这个数组 也就是我们要基金它的核 这里又可以用循环 用个K 只讲I 然后K一直导J 所以我们 就用这个核子用这个 是吧 假设核等于人 然后K从I导J 我们把每个AK加到这核上 这样就把这个核 这个I导J 这个指数组 它的核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这核 是不是比 这个当前的巨大指数核 更大是吧 这个max写出了 应该是maxsum 是不是比这个更大 如果比它更大 我们就把maxsum呢 写给人sum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求出来了 那么这个我们看有三个循环 它的时间幅度是 实际上是N三次方 比如我们I等于1的时候 J呢 从I到N J可能是12345 就是I 比如开始等于 J呢 是1到5 多有可能 那么J如果也等于1的时候 I等于J等于 所以这个实际数就一个就是A1 那么只要一次 如果是J等于2 I等于1需要两次 这样我们可以算起来 如果I等于2 那么J也是从2开始一直到的 I等于3 J是从3开始 是吧 如果I等于3 J是4 那么需要两次计算 所以它的计算的功能量 可以 我们把它理加起来 是吧 这个是N三次方 是一个数量级的 那么有没有更加 刚才这个是manifed 也没有改进的方法呢 是吧 这个肯定 会是更好的 那么我们看 第一种改进 我们要制作 这个 AI到AJ 这个直输入的核 然后呢 假如我们还 还需要 还需要制作 AI到AJ 加1的这个核 我们看 这两个核之间 其实是很有 有一定的关系的 是吧 我们说这个核 实际上是上面这核 加上一个数就行了 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呢 把I固定 让J变化 然后呢 我们可以算出很多的这样核 是吧 比如I固定的时候 J开始等于I 我们 核就是那个元素本身 然后呢 J等于I加1的时候 只要把刚才这个数 加到刚才核上 就得到一个新的核 这样不断移动 也就是我们 之后我们制作 这个 AI到AJ加1的核 可以在什么 这个核的质量 加上它就行了 所以我们可以 就得到一个改进 呃 算法 for I 从1到N 首先假设核是 AI 本身 隔成一个核 是吧 它是第一个元素 它也隔成一个核 嘛 当然我们要检查 这核是不是大于maxsum 如果大于 把maxsum 系给它 然后呢 我们借从I加1开始 那每一个 这个J加1 定义的这核 是原来的一个核 是吧 AI到AJ的核上 加上这个AJ加1就行了 是吧 AJ加1它下标是J 所以我们把这个 AJ加1这个元素 加到核上面去 就在上一次的核 核的基础上 只要增加一个元素 就行了 然后看看这个核 是不是大于maxsum 如果大于 然后我们就改进了 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循环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它的实践幅度是 A平方 是吧 A平方 现在我们 讲的是分子低规法 那么 我们能不能用分子低规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提高 这个算法的效率呢 那么就 很自然的分子低规法 我们学了规定排序 快速排序 之类的分子低规法 比如我们用 这个规定排序的方法 把 数例一分为二 左右两分 基本上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先制作 左边这个数例的一个核 是吧 就是假如 那个最大迷迹指数 那个核最大的 在左边这个数例里 那么它可以一个 巨大核 然后右边这个数例 也一个巨大核 叫rightsum 但是巨大核 也可能是什么 巨大的 巨大核的指数 也可能是跨并 这个两个 指数例的 也可能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三种情况 当然我们要把这三种情况的 巨大核呢 取一个巨大折 这个是左虚例的 巨大核 这个是右虚例的 还有一个呢 是可能是跨越 两个虚例的 构成巨大核 这三者这种巨大的 就作为整个原来的 一个数字的巨大核 这样我们这个分制法和 规定排序是一样的 就是说 先分 把虚例一分为二 分成两个左右相等的 基本上相等 或者就相差一个元素 然后第一位的计算 左右顺利的巨大 指数核 是吧 要同样这个过程 就低规的指数核 也就是对于左右 指数率也重复这样的过程 左右指数率的巨大 指数核求出来了之后 我们还要和 把两个解合成一起 在这里和除了 我们要制作这两个解的巨大核 还要考虑到 跨位这两者之间的 那个巨大指数核 就这个 是吧 把这三个 求巨大的 就得到巨大指数核 所以这个就是核 是吧 这个就是分制核嘛 这个是字嘛 这个是分嘛 是吧 这就是分值低规的方法 好 这样呢 就有了我们这个巨大指数核的 这样一个尾代码 假如对A这个数字 我们要求Left和Right之间的 这个巨大指数核 怎么办呢 这里写出了 就是说 Right和Left 如果是相相等 或者说他们构成的 这个巨大长度 这一个 是吧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考虑这个 A,Left,Right 这个速度 假如这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返回这个A Left 应该 这是这一个元素 这是质性性 否则我们就把它分制低规 先找到Left,Right的重点 叫 Mid 然后呢 我们在Left,Mid之间 通过 调用同样的构权 去低规的指数 这个 左序列的 巨大指数核 再 调用同样的这个 求巨大指数核 这个构权 去求 右序列的巨大指数核 把他们 巨大指数核 的则放到两个 B量里面去 然后我们还要求 跨越 这个 两载之间的巨大指数核 假如我们用两个辅助 函数ALeft 就是左边的这个 这个核 是吧 左边的就是从Mid开始 相左的 巨大核 然后这个S2呢 就是从这个Mid相右的 这个核 必须包含这个Mid 是吧 因为跨越之间的 肯定要包含中间的 这个Mid这个元素 所以必须包含这个Mid 不包含也行 因为这一个包含就行了 是吧 这个包含另外一个不包含就行了 是吧 这个Mid加 然后呢 得到这个最大核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复杀度 这个跨越的过程啊 这个计算是吧 跨越就是从这个元素开始吧 不动的 就是说 呃 这 第一个元素作为核 然后不动加加加是吧 只要发现这个核 大于当前的巨大指动核 SE 写成SE假如是负 负负重大是吧 然后比如他大于负负重大 那么SE就更新 是吧 这个一样的 只要发现这个核 支出了某个元素的时候 哎 这个核加起来大于当前的SE 把SE更新的大了 是吧 这样我们走 是吧 如果不大于就不要更新了 对右边的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把它走完 这个走完 是吧 两个直律率加起的长度是N 所以这个核的过程 它的 复杀度是OA 那么 呃 这个核的过程 这个球 比如说球左边的这个 写出来的 是吧 假如 左边这个序列的 从mid 到开始 我们要求 以他必须包含他的 这个巨大的核是多少 首先假设是无重大 是吧 然后我们 I 从mid 到Left 首先这个当前核是0 是吧 然后每次把它加到这SUM 如果发现这个SUM 大于当前的这个 那么就更新 好 时间复杂度是什么呢 我们本来规模是N的 然后1分5要分成两个 两个里面 我们都要去求 所以有两个指纹题 每个指纹题是2分之N 长度除去一半嘛 然后我们还有核的过程 核一核的过程 求S12 我们要把它走完 这个走完 加一下是N 是吧 如果当虚拟长度这一个的时候 它是0 是吧 不要几算了 所以这个我们看 这个就和硅并排序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时间复杂度 一样的是N log n 现在我们就看到 用分支低规法 确实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 是吧 之前我们开始N三次方 然而做了一个改进 变成了N平方 现在又用分支低规 又进步改进 变成了N log n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码的视线 是吧 我已经视线好了 电码的视线 就根据尾电码 是吧 假如对这个速度 就和left right之间的 这个巨大指纵核怎么办呢 首先考虑G形成 是吧 left 大的right 这个区间不存在 返回复用的 如果相等就是这一个元素 否则我们 到达到中点 然后对于左半指线 求的最大指线 对右半指线 是吧 得到两个 然后呢 再求跨越它们的 左序列右序列的那个S1S2 是吧 S1指线和S2指线一样的 就S1指线就是这段代码 就我们运行它 就看上面啊 上面的机构是6 知道最大指纵核是6 好 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了 这个最大指纵核 它的三个指纵方法 最开始的蛮力阀 后来改进了一个蛮力阀 那乃是一个蛮力阀 重去阀 是吧 然后我们用分子低规 实际上幅度 变成N 那么分子低规 是不是最优的呢 其实 有的人研究了 实际上观察这个规律 发现还有更加优的方法 是吧 不需要分子低规 比如就是著名的什么 看单的吧 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 比如 这个序列 假如以这个为纪尾 以这某个元素 I 是吧 或者I加一半 这个元素 以这个元素为纪尾的 前面的这个指续力 我们把前面指续力的 那个核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我们假如这一个元素 像刚才一样 就是它 是吧 如果两个元素 三个元素 是吧 这样 从这个I到前面 第一个 是吧 在这里面 就是以它为纪尾的 它不是 所有的指数力 我们求助它的核 然后得到一个巨大值 叫 比如这里 一个指数力 就它一个元素 然后或者 它 不管其它前面 算两个 伏三 这样取出一个巨大值东核 它是以这个元素为纪尾的 它的则是三 就是以它为纪尾的所有的可能的指数力的 那个巨大值东核的则是三 这个和我们前面第二种改进其实是一样的 只从这个核的过程 是吧 我们第二种做法也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这个核和这核两个相差元素 这个核和这个核相差一个元素 是吧 所以这个用我们第二种方法可以求求这个 但是 我们进一步观察 以它为纪尾的 这个核和 就是它下一个元素 是吧 这个假如叫2-1 这个叫2 以它为纪尾的 这个巨大核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以它为纪尾的 是吧 它的核是什么 是刚才以这个-1为纪尾的核 就加上了一个2 所以这样 我们只要把以-1为纪尾的核 不是 3吗 3只要加上2 就得到这个核是 实际上我们 仔细去看一下也是的 是吧 这个当年是2了 所以我们看这里 算起来是不是也是吧 是吧 但是刚才呢 我们第二种方法是多列的去算的 所以刚才第二种方法 第二个 以这个为纪尾的 我们多列的也是这样 这样一个一个算数 是吧 这样两个过程之间是多列的 而这个算法呢 把刚才两个过程之间 认为它们不是多列的 它有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 以-1为纪尾的这个 最大自动核 和以-1为纪尾的最大 最大自动核 是吧 就相差一个AI 是吧 当年可能最大自动核就是AI本身 是吧 刚才可能多了一个嘛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是吧 这个是以-1为纪尾的这个 最大自动核 是吧 但是 以-1为纪尾的可能它多了这个 是吧 除了和这个把这个 AI加到原来这个 巨大自动核张 还要和这个元素比较 万一这里面的这个 巨大自动是一个负数呢 是吧 这样和这个比较它是大的 所以就 到出来这样一个公式 有了这个公式 下面我们就好办了 是吧 就是我们可以获得 OA的实际上负责度 这个电码是什么呢 就直接看一下电码吧 就是我们现在Lockmax 是制作以-1为纪尾的 巨大自动核 是吧 实际I等于0开始 是吧 然后I等于1加1 这样不断加 然后 对于每个I 那么以它为纪尾的 巨大自动核 是前一个 以-1为纪尾的巨大自动核 加上AI 是吧 和AI本身 这也比较下 然后就得到 AI为纪尾的巨大自动核 是吧 如果发现这个巨大自动核 比群局的 整个数据巨大自动核大 那么就更新一下 群局巨大自动核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算法 就更加简单了 它这一个循环 所以它的实际幅度是 OA 我们看看 就是用分制低规法 不一定是具有的 是吧 如果我们对问题进行观察 观察区的规律 是吧 刚才观察区的规律之后 就是以I减一纪尾 和以I为纪尾 这两个 最大自动核 它们之间就相差一个 AI 或者就是AI 是吧 或者就是AI 观察区这个规律之后 我们就得到 这样一个更加简单的高效的 也没有用这个分制低规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算法设计与分析的时候 除了套用这个算法设计的 这个各种策略 什么分制法 贪婪法 动态规划法 我们还应该对问题 进行深度的这个分析 可以找出问题的规律 是吧 这一只规律 可能 利用起来 能够失去的更加高效的刷码 这个就需要重新了 好 这就是今天 讲的最大自动核 请大家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按一下订阅旁边小铃铛 是吧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评论我的视频 因为我的视频 我发现就是 观看量实在太小了 所以我现在也在考虑 我的频道要不要就是调整方向 今后是不是要么 用英文来讲解这个编程的 当年我的英语数不太行呢 但是可能 是不是这样尝试一下 面向这个 脑外更加好 因为中国人呢 可能能 上外网的还是比较少 然而喜欢学习人数 和喜欢娱乐的人 毕竟 相比还是少 大家都使用娱乐方程 一提到学习 都不愿意 都怕刀口脑筋 是吧 放了大量的免费视频 什么之类的 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娱乐 请大家谈谈 你们的看法 就是我是往哪个方向转比较好呢 谢谢大家